選舉進入到最後的衝刺階段來看到高雄桃園區的選情 因現任的區長現英雄任期已滿 因此今年有四位的候選人要來爭奪區長的意志 而這個關注的意點是四位的候選人都是以五黨籍來參戰 部落旗幟不調掛滿滿 本屆桃園區長選戰是為候選人皆撇開政黨色彩參選 讓部分選民認為這次的選票不同世代會投出不同的選擇具有可看性 而將四位候選人的背景談開來看 張志成跟杜思偉皆為現任代表會副主席和代表具有人脈的優勢 而謝鄭中市消防員退休也是前原民市議員的弟弟 在部落有不少的支持者 而去年剛從桃園區里幹市退休的賴金龍 同樣也抱持為民服務的心態來參與選戰 而政見的部分是為候選人都針對觀光跟農業提出相關的想法 然而選民也表示每屆都有類似的政見 因此除了給建議外更希望之前候選人選扣都能兌現 很多可能先講出來 但是做得到都不一定 他們會不會實現這樣 每一個都會講 應該是要提供一個環境 就是可以讓我們農民去發揮水產的一個動作 我們山上的東西就是有這個平台都可以賣 就是不用再去另外找廠商 可以找他們去賣 因為他們要提供這個渠道給我們 距離投票日還有一些時間 選民都表示還需要時間思考 而區長證件發表會也將在16號舉行 屆14位的候選人都會同台提出證件表達看法 新聞老報紙高雄桃園採訪報導 一天 太陽 來到這首 是 有